哇 丽丽姐 你这帽子太好看了吧 你比星光美丽 原来 这才是季星嫁入豪门韩家的真相 韩爷爷严肃地对韩婷说 我不会为不相干的人买单 我只能给季星两年的时间 如果她不成功 你就要听我安排 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姑娘结婚 两年时间 这意味着季星必须成功 你比星光美丽中 韩婷家族是投资公司 陆林家是韩婷的小叔 算是半个豪门 萧一萧是韩婷的朋友 家底也很厚 三个男人看上了普通家庭的女孩 也揭开了嫁入豪门的真相 韩婷和季星 季星作为打工人 受到了同事的排挤 成为每次工作失误的背锅侠 勤劳苦干却被别人抢了功劳 辛辛苦苦等着发年终奖 却因同事对其性骚扰 被逼辞职 职场的压抑让季星选择辞职创业 季星本身就是一个有梦想的理科生 这一点 韩婷在和她一起参加机器人大赛的时候就知道 韩婷喜欢季星 单纯地喜欢 不止因为有美貌 还有才华 韩婷作为一个豪门的独子 担负着传宗接代的重任 娶妻当然也要与之匹配 曾迪一直和韩家来往频繁 曾迪爷爷是大医院的院长 韩婷爷爷觉得他和孙子们当户对 季星家就是普通上班一族 父母疼爱 虽然没有太多钱 但是家庭很温馨 显然 季星辞职迈出创业这一步 是他进入韩家的前提 如果季星没有目标 只是想和普通人一样拿点小工资 即使韩婷喜欢 也很难进入韩家 况且 连韩婷都说 季星他不普通 如果季星普通 韩婷真没有把握取他为妻 这也是韩婷在背后帮助季星最主要的原因 努力地让自己喜欢的女人配得上 商场如战场 如果毫不相干 两千万为什么要投季星 即便如此 韩婷后来收购同科 在最后还是将星辰与之合并 这对季星的打击很大 如果没有强大内心的承受力 及四方周旋的思维能力 季星跟不了韩婷一辈子 航门 事先谈生意 再谈感情 没有宏大的目标 和强大坚韧的内心 以及奋斗拼搏的生活状态 豪门不是最佳选择 萧一萧和莉莉 萧一萧是个花花公子 往她身上扑的女人排队 偏偏她遇到了莉莉 一个父母离异 受原生家庭影响很大的女人 莉莉本身是个销售 酒桌文化很有实力 也善于利用男人的弱点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莉莉跟萧一萧 第一次在酒吧见面 就上床了 萧一萧以为莉莉和以往 见过的女人一样 莉莉却很洒脱 虽然睡过 却没有缠着萧一萧 更没有留下联系方式 有缘人果然会再相见 在遇到的时候 莉莉心中有了期待 但是她并没有表现得多主动 而是跟萧一萧 像正常情侣一样约会 吃饭 是双方平等的一种相处关系 当莉莉在事业上出现问题时 萧一萧在身后帮她摆平 只不过萧一萧不让莉莉 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 你就把我当成超级英雄 每次莉莉问起她的身份 萧一萧就这样答 萧一萧不透露 自己的真实身份 原因有二 一 知道自己的背景后 她二人这种轻松的相处方式会消失 二 对莉莉并不是很信任 无法想象 莉莉真的不同于以前的女人们 身在豪门 却要隐瞒 这其实也是一种无奈 用另一种身份 去经营一段感情 确实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以莉莉的原生家庭 和母亲每次的训斥 莉莉对于有钱人的期待是很高的 莉莉能跟萧一萧相处这么久 是因为她老到 从萧一萧的行为 她就能猜测出萧一萧是不同于苏之舟的人 莉莉宁可自己花大价钱买包 也不接受事业刚有点起步的苏之舟 她想要的 苏之舟给不起 莉莉会算计 虽然独立 也有魅力 但不能保证知道萧一萧的身份后 她不会变 进入豪门 莉莉需要时间的考验 和原生家庭的疗愈 陆林家和土小萌 陆林家是典型的无所事事的公子哥 她每天晃来晃去 陆母都嫌烦 陆林家是那种生性就很乐观的人 她和土小萌 是一对欢喜冤家 正因为陆林家整天没事刷视频 才认识了土小萌 并且有了两个人之间的故事 这一对能发展为恋人关系最主要的原因是陆母 她欣赏土小萌 又是跟着土小萌学习声乐 又是给她煲汤 给儿子要微信 陆母很通透 安安稳稳孩子喜欢 是她觉得选择儿媳妇的标准 她提醒 只给寄星两年时间的哥哥也就是寒婷的爷爷 你就像那个刚出土的兵马俑一样 又土又硬的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你还追求门当户对 看到陆母 就欢喜 跟她在一起 也很轻松 土小萌不会有压力 更不会因为自己是一个网络直播而被看不起 这种氛围 土小萌嫁过去会跟陆母成为朋友 会相处得很好 如果家里有陆母这样的豪门 那么需要的条件就是做好自己 一个真实的自己 诚实 善良 有自己喜欢的一份工作 不做作 不扭捏 就完胜了 写在最后 豪门是光鲜亮丽的词语 这豪门的背后多少艰辛与无奈 只有当事人知道 韩庭早早掌管公司事务 每天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 付出的努力 普通人真不一定能承受 想要得到什么 就要付出相应的努力 进豪门 季星是最值得的 你比星光美丽 为何莉莉回礼给苏之舟提检卡 苏之舟不懂这是拒绝 别说苏之舟不懂 我是一个女人 哥我我也不懂 莉莉姐拒绝人 拒绝得实在太过隐晦了 01 苏之舟初次见莉莉姐 就对她动心了 季星作为旁观者 一眼就看了出来 她考串 非要挨着莉莉套近乎 众人围在一起吃饭 她也要挨着莉莉做 意图太过明显 此外 在外办事见了莉莉 主动请她吃饭 莉莉以一句 我不是所有人都给机会地拒绝了 但苏之舟觉得 既然她还没表白 一切皆有可能 当莉莉成为他们公司议员后 苏之舟高兴坏了 这意味着 她离莉莉近 进水楼台先得月 她把自己的工位让给莉莉 说那是风水宝地要过年了 她给合伙人寄星 下属送的都是抱枕 但给莉莉 送的却是上万块的化妆品 本来莉莉以为苏之舟对她 只是简单的聊 但看苏之舟肯为她花钱下功夫了 知道这小伙子上了心 于是 这才赶紧想应对策略 送她同等价值的回礼 02 莉莉回赠给苏之舟的 是一次性体检卡 她和寄星说 想彻底断了苏之舟的念想 送她一次性体检卡 也就是侧面告诉她 他们没有可能 寄星苗懂 替苏之舟感到惋惜和可怜 可当莉莉把这卡送给苏之舟后 苏之舟却异常兴奋 莉莉姐 她在关心我的身体爱 这句话配上她收卡的表情 让她得出了一个结论 莉莉姐也喜欢我 大聪明莉莉 大聪明莉莉可能永远也想不到 为何她给苏之舟留着面子的暗戳戳拒绝 在苏之舟眼里 却成了她关爱她身体 03 俩人的误会 在于女方没有明确拒绝 普希南总会觉得 这是女神给自己的特殊眷顾 其实 感情的事情 切不可模棱两可 拒绝这件事 一定要义正言辞 有板有眼 切不可让对方觉得 你在开玩笑 或对她心存眷恋 你看玫瑰的故事里的黄一眉 在拒绝周世辉时 直接当着同学的面 说的我拒绝你 不是因为观之之 也不是惧怕外人的眼光 而是我根本不喜欢你 就这一句 让周世辉直接死心 out出局 余生都不敢再找玫瑰表白了 女人拒绝一个不爱的男人 一定要狠 话要说的绝对且决绝 不给她任何希望 才会彻底断了对方的念想 04 反观莉莉 拒绝苏之舟 还送给她一张 同等礼品价值的体检卡 这就会让苏之舟以为 既有回礼 则是有益 既有同等价值的回礼 则是互相喜欢 礼尚往来 还是提检卡 那不就是让我多注意身体 以后性生活好和谐吗 苏之舟这么想 一点错都没有 但也正因为她这么想 她和莉莉之间 永远不会有相好的可能 以莉莉的智商和认知 绝对看不上连隐喻都不明白的糊涂男 莉莉喜欢势均力敌的爱情 喜欢能够引领她的优质男 喜欢能够读懂她的聪明男 不喜欢傻憨憨弟弟 苏之舟连拒绝的隐喻也瞧不明白 实在是和莉莉无缘了